Sweet Taiwan的舞者 群擺搖搖 舞出快樂 舞出活力 為新北市第九屆精彩獎揭開序幕 新北市長侯友宜特別親臨現場 除了頒獎表揚獲獎者外 也感謝13家有線電視新聞從業人員 不但用文字與鏡頭 發掘城市的活力與文化底蘊 更鞭策整個城市往前走 因為各位鞭策人往前走 那尤其在抱這個社會的官員裡面 公共議題上面引導著 讓大家看得到新北市的進步 也看到新北市的學習要把它改的 做得更好 所以每次各位的報告 會讓我深深的感動 今年共有69件座民參與評選 角逐9項大獎 其中台灣大寬屏旗下的洪樹林 觀天下及永佳樂有線電視 南瓜新聞採訪獎 新聞專題獎 節目企劃 攝影剪輯獎 公共議題參與獎 以及社會光明面節目獎 最佳主播獎 則由大豐有線電視奪得 而凱博大寬名旗下的全聯有線電視 則永奪新聞節目獎 和評審團特別獎兩項大獎 一路走來這個有線電視視野 所以我個人覺得是很精彩的產業 我先也是現在也是 那相信老後也是 因為畢竟這個產業 真的是我覺得是潛力無限 所以我很驕傲在這個 在這個產業繼續服務 那我也帶過別的區域 不過我覺得新北市 自己覺得新北市政府 那對於這個 我們這個產業 一向是非常的正面看待 也給予很多的支持 評審長許宥玲導演表示 新北市的有線電視業者 在有線的資源下 仍以細膩專業的態度 並抱持公共服務與關懷的精神 製作出一系列地方性節目 不讓讓人敬佩 也補足了無線台媒體 過於收視率導向的不足 記者輪紅採訪報導